欢迎两位 应该是大学同学是吧 对 你应该高他一届 对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了 谈了一年多 那么沉重干嘛呀 要毕业了是吧 对 担心了 对 现在他越来越不让我放心 对我没有像刚开始那么好 而且是现在他身边还要好 很多暧昧不清的 你说我这快走了嘛 我就担心 说他以后到底能不能让我放心 能让人放心吗 我肯定能让他放心 但是他就是特别不信任我 然后动不动就在我面前 无力取闹 有一次嘛 他身体不舒服 我肯定要陪着他去买饭 然后再陪他回宿舍 然后就因为我不小心 把他的饭给打翻了 然后他就在我面前 就各种闹 他说他没饭了 他拿着我的 就把我的给扔了 看到他把我的饭扔了 那我肯定也 当时也不舒服 然后就在雨中 就拉着他争论 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然后加上不舒服 然后就还动手打了我 给了我一耳光 够烈的啊 我不是故意的 是是是 因为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他叫我 饭拿得好好的 他非要抢过去 结果一到好 全给撒泼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不舒服了 你还跟我这么闹 而且我当时一生气 叫我回宿舍 他非不让我回 然后非拉着我 非要跟我说清楚 外面还下雨呢 让我淋了半小时的雨 伞呢 当时伞已经被扔了 我就是因为淋了雨 后来发烧 发了三四天 这跟雨没什么关系吧 有 就是因为淋了雨 我就生了病 期间他也没理我 他一回宿舍 然后就各种联系方式 都把我拉黑了 他生病当时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是 他闺蜜那边 就是跟我说他生病了 然后我后来就去找他 陪着他去看病什么的 就后来就和好了 哦 是不是还陪着看病了吗 对 就是挺好嘛 没什么呀 他都已经快好了才陪的 那有啥意义 不是 行吧 总比不赔好吧 你说呢 我觉得他不够关心我 不够体贴我 就是有 坐了一天 坐了十一个小时的车 特别累 从早到晚就吃了几口饭 然后我就特别饿嘛 我先打电话认他 饿自己吃 没有 路上都是高速步 没有吃的东西 那为什么上车之前 不买点吃的呢 因为当时走得早 就凌晨七点多 就没有时间买 凌晨七点多 七点多都用凌晨算 行 早上七点多 然后我让他 给我买点吃的 在小门口 然后让他给我点个烧烤 结果我就特别气 你说烧烤到了 我去吃都是冷的 你说他就没有想想 大冬天 他坐在里面 或者让别人再热一热 他就一点都不体贴 不像别人家的男朋友 怎么回事 人家那么辛苦 把烧烤也给弄凉了 当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当时我自己 买了自己的饭 然后在宿舍准备吃 然后他一个电话过来 说他没吃饭弄了 就二话不说 我拿着我的饭 就准备去给他提前点一点吃的 我也没想到 就是边走路边吃 然后就是当时也 你们俩得多饿 还要边走路边吃 你们俩吵架就为吃饭 我看 因为刚好碰巧就是我当时也是自己准备吃饭 就是边走路边吃嘛 然后后来吃了一肚子冷风 然后当时也是特别难受 就没想那么多 结果他来了之后就开始抱怨 就是说饭凉了或者是太多了 他就各种抱怨 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挺委屈的 那你说我就抱怨两句他浑浑我不就好了吗 不然他怎么想 他就一直在那埋怨我 一直不理我 后来呢 当时我也是特别委屈 然后我就拉着他争论 然后就 又争论了 对 然后他又打了你耳光 那个倒没有 就是他也就是还是生我气什么的 然后他就回宿舍去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 他有事嘛 他那边坚持有事 然后跟我突然打电话 然后一个电话过来 就是要麻烦我去给他送东西 还是也是跑大老远 那我二话没说 脸也没洗 就给他去送嘛 然后就明显是我对他好 但是回来之后他还是在生气 不是挺好吗 小伙子 也就那样好 就是我让他做什么事情 他能做 那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够体贴 他部分心疼造白的 老是误会我 就是有一次 我去帮别人找一个兼职 然后那兼职 就是那边出了一点状况 我就打电话就过去问情况 他就说我跟疫情聊天 然后他就生气 在旁边跟我摆脸子 还不让我聊 你说我这事情都没解决 那非得在那烦 你说我能 气得我 你气啥呀 我没听见他为什么生气 就是我事情没解决 他非得在旁边烦 还跟我摆脸子 你走一边解决不就行了吗 我走不开 他就拦着我 不让我走 那后来我回宿舍 你知道他怎么对我的吗 就非拽着我 不让我回宿舍 就把我手胳膊全给拽红了 我是一个女生 你能不能别这样对我 我当时看见你跟人家聊天 我也是关心你少受一点委屈 那我就不让你跟人家聊天 那我还觉得自己就委屈呢 那他后来还用那个树条打我呀 用什么打 树条 哪来的树条 我们宿舍旁边有树林 我当时一着急嘛 就他都拽我拽得疼了 那我肯定要反抗啊 你说他一个男生 人人怎么了 我就不可以拿着他 打哪儿了 就打 身上 没这么夸张啊 行了 那我当时一步 后来怎么好的 你低头还是你低头 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现在认错的